健康2.0 有决心 有方法 健康一定零 我们都知道 要健康呢 饮食很重要 运动也很重要啊 但是呢 很多人呢 不是怕麻烦 不肯运动 就是呢 不想花时间运动 或者呢 借口说 哎呀 大汗淋漓 很不舒服 或者是要挑特别的场地去运动 也很麻烦 那么今天呢 我们要让你没有借口 因为我们要教你呢 非常简单 容易做 不挑场地 随时随地可以做 而且躺在床上就可以做的运动 所以大家一定要跟我们一起来运动 而且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了一位少林弟子来教你功夫 我们先来看看他是谁 靠着墙慢慢倒立 接下来将双手放开 最后就靠着头的力量来支撑整个身体 还有还有像这样子直接用头刀劈开物品 这些过去只有在武侠小说才看得到的铁头工 台湾真实呈现 他叫做林圣洁 曾经在少林市学过 武术也是台湾唯一一个正宗的少林寺船人 你以前被打被打被打 那了不起瞬间只是给你三四十公斤 三四十公斤的这种重量 重一点五六十公斤可能也只是那一瞬间 可是当你要全身撑上去的时候 你要达到平衡 那就真的很痛 第一次上去三秒 就觉得想放弃 或许我们很难想象少林寺的生活到底有多苦 林圣洁从进少林寺开始 每天睁眼就是练功至少十二小时 一星期外出洗一次澡 这珍贵的两个小时是他们所谓的休息时间 不过练铁头功其实并不是林圣洁的第一选择 我想练的比如说像是金刚拳 就是这种防御跟攻击会比较好的 那怎么给我选了一个铁头功呢 那一次我算最少一次敲五百下 一天三次你就得被打一千五百下 那初期的那个过程 头几个月那真的只能讲 那真的是痛不欲生 林圣洁怎么有办法成为少林寺第三十四代的传人 还由少林寺方丈诗永信收为座下弟子 其实林圣洁曾经写过无数封的电子邮件 寄到少林寺的网站 不过都石沉大海 林圣洁不放弃 不断地写信问问题 果然真的感动少林寺师傅 也开启林圣洁少林寺之路 但是这少林寺的路还真的很难走 其实你与其说辛苦 倒不如说你每天在面临的都是恐惧 你每天眼睛一张开 其实第一个想法就是 我能够今天能够再安稳地回到我睡觉的地方睡觉吗 外人看起来少林弟子很神气 但其中的辛苦 你和我都无法体会 林圣洁靠着毅力战胜着魔鬼般的训练 现在回到台湾继续传授武术 希望能将少林功夫在台湾发扬光大 好